色警趁调解猥胁少女 楼腰摸凶给一千 这个警戒败类杨东雄 竟在调解母女争执时 趁机对少女生狼爪 台中一名未成年少女指控 前年5月 英国三升学问题和母亲吵架 母亲报警求援 色警杨东雄和同事前往调解 分头劝母女 他却趁六次进房劝导少女的机会 每次都坐在床员 假借安慰他 一手搂腰一手轻拍他胸部 还往领口内偷窥 并伸手摸凶 内衣是不是夜市买的地摊货 离去前还硬塞一千元 并留下电话要少女找他 少女事后告诉妈妈 并拿出纸条铁针 母亲起得包吻 但杨东雄否认非礼 变称把少女当女儿 因少女说没钱想出去工作 才好心给钱想帮他 若要满足幸运 大可花钱遭女人 台中帝院不采信他的辩词 只依给钱是摸乳对价 或封口费 一审判他一年半徒刑 杨东雄不服上诉 要求策谎却没过关 才急忙找母女和解 与诺赔45万 并认罪恳求换行 台中高分院痛批 他之前曾带其他案件当事人上摩帖 这次更肆无忌惮 且一审判刑才认罪 显然不是真心认错 昨天仁依强制猥蝎罪 判他一年半徒刑 仍可上诉 色谨杨东雄被起诉后 已被停职至今 动新闻警戒支持 报导